今次看的單位,實用面積大約只有248呎 因為是新樓,所以保留了原有的廚廁 設計師要負責的空間只有大約100呎 網絡其實都是一個很經典的開放式單位的間隔 但其實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問題需要處理? 我們都要看屋形和樓底高度 另外就是它本身的環樑和震 其實在護主方面,他們對這個設計有什麼要求? 護主他希望看上去比較寬洋 因為始終是一些細大米 所以我們會做一些木飾和紫飾 為了將空間最大化,所以做了角樓的設計 角樓是睡眠空間,有睡床和掛牆電視 窗邊就用了玻璃扶手 令到上層的採光度更加好 角樓一個工作桌,我們會有一些黑色的鐵字架 掛在一個天花上面做力 在那個位置方面,我們會在床夾一個座的位置 我們才會掛在一個工作桌,令到空間比較寬 我身後一個鎮是這間屋最大的鎮 本身都差不多有十五六寸 為了美化外眼的橫樑 不單只加置床頭板做修飾 工作桌的側面都做了一個小型書架 另外旁邊都會有一個儲物櫃,去到鎮底 然後做深燈的效果,令它看上去自然 角樓下面就是客廳位置 客廳空間都算闊落,放了兩天梳化之後 還可以放得下按摩椅 設計師善用了梳化上面的位置 在角樓枝架中間加設了層板放裝飾品 對面就是一個大的電視櫃 客廳頂部持有燈槽,電視櫃底都有深燈 就算在角樓下面都一樣光亮 然後延伸過來,我們在梳化旁邊 我們也會做一個儲物櫃,放衣服,放雜物 儲物空間只有一個高薪櫃,夠不夠? 首先,我們樓梯的部分 在上樓梯的部分,我們會有一些櫃桶和揭板 另外,我們在客廳的部分 電視後面也可以隱藏有儲物一個功能 在電視的周邊,我們也有很多隱瞞的儲物空間 和櫃桶的儲物空間 而圓關鞋櫃上面都有儲物櫃 單位樓底雖然有差不多3米高 但是各樓,高薪櫃的設計 都會增添不少的壓迫感 所以樓梯都加入了梳枝、調子的元素 再延伸到電視櫃的長身 望落空間感就更加大了 另外,我們樓梯會做一些深燈的效果 配合屋主主要都是兩副附住 我們扶手可以做低一點 感覺上樓梯的瘦位不會太大 在前面告訴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